初冬南非 天氣極不穩定 德本玉佛當日 寒流來襲 整天又大雨不斷 但即使又濕又冷 本土之公們依舊無味風雨 共聚玉佛 21位施瓦基蘭本土之公 專程跨國四天三夜 來德本學習玉佛典禮的重辦 但迫於路程遙遠 玉佛典禮還沒開始 他們就得趕回去 中午時分 史瓦基蘭志公告別德本法卿後 上車 準備離開 這時只見此地師姐 忍著膝關節的疼痛 拿著筒子 在雨中急急忙忙奔跑 原來此地師姐和其他志公 做了史瓦基蘭法卿愛吃的麵粉蒸糕 讓他們在回程的路上 不會有招 對此地而言 這群史瓦基蘭志公 就像他用汗水和淚水 呵護長大的幼苗一樣 他們逐漸獨立 而慈母依舊掛心每一位 即將遠行的孩子 大約新聞 這是聖明志公 南非報告